在一个平常的周末 蓝胖子和爸爸都在享受悠闲的假期 妈妈却因为家务忙得团团转 爸爸觉得好不容易到了周日 应该是摸鱼的好时候 妈妈却说家务是每天都有的 并且安排爸爸去打扫走廊 院子也要除草了 窗子也要擦了 坏掉的防鱼板也要修一修 爸爸听到这些火速逃跑 蓝胖子也只能赶紧逃到了楼上打扫 此时的大熊还在外面和小伙伴们玩耍 他们玩的是按手指 大熊输给胖虎那是必然结果 但是如果对手是静香 大熊还是很有信心的 然而静香一出手就直接按中了 大熊痛得大叫起来 根本连静香也比不过 于是大熊又回到家里找蓝胖子哭诉 为什么自己的力气这么小呢 女孩子都不如 蓝胖子没办法 只能拿出了超级戒指 这个道具看上去虽然平平无奇 但只要戴上 力量就会增强 大熊只是轻轻拧了一下蓝胖子的脸 立马就把他摔到地上去了 这道具可太好用了 大熊当然是立刻据为己有 但是这时妈妈突然发现 不见了大熊想起 前段时间他把那个戒指拿去给静香看 然后就忘了要从静香那里拿回来 大熊没有办法 只能临时把手上的这个超级戒指摘下来 交给妈妈蒙混过关 妈妈虽然觉得看上去不太一样 但还是勉强收下了 大熊也赶紧跑出门去 打算找静香把戒指要回来 妈妈戴上超级戒指之后 突然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他看到蓝胖子鼻子上有灰尘 于是伸出手轻轻碰了他一下 结果蓝胖子立马飞出了窗外 这力气也太大了吧 大熊跑到空地的时候 刚好被飞出来的蓝胖子砸中 两人在地上砸出了一个陨石坑 妈妈本身的力气真是让人细思极恐 之后妈妈打算出门 结果一伸手就把整块门板拆了下来 出门后 他刚好碰到了小夫的妈妈 两人商业互夸了好半天 大熊妈妈只是轻轻一推 小夫妈妈也飞了出去 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来 大熊妈妈心里过意不去 想要帮他洗衣服 但小夫妈妈只想转头就走 大熊妈妈追上去拽住他的袖子 他身上的高级和服当场就被扯碎了 小夫妈妈这下跑得更快了 根本不想再继续受折磨 大熊妈妈也跟在后面狂追 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小夫妈妈都被他给追哭了 求求你放过我吧 这时蓝胖子也赶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 只想把妈妈拦下来 然而妈妈只是随手一推 蓝胖子又飞出了十万八千里 另一边大熊赶到镜香家里 总算找镜香要回了红宝石戒指 蓝胖子竟然又朝他飞了过来 于是经典画面再度重现 他俩这次连着镜香一起 又砸出了一个陨石坑 爸爸逃出家门之后 总担心妈妈会生气 于是去买了妈妈最喜欢的生日蛋糕 然而这时 妈妈却出现在了马路对面 他还在四处寻找小夫妈妈的身影 手里依旧拿着那半截和服袖子 有人骑车不看路 朝妈妈撞了过来 妈妈下意识地伸手一推 竟然把对方也甩飞出去 自行车砸中了路边的招牌 眼看就要砸到妈妈的头上 然而招牌在碰到妈妈的那一刻 瞬间断成了两截 有道具护体的妈妈依然毫发无损 路边围观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妈妈也很是惊慌 后退了几步 随手扶了一把电线杆 谁知 这下居然把电线杆也推倒了 那上面的工人也跟着摔了下来 差一点就要砸中马路对面的爸爸了 闹完这些风波之后 大熊和蓝胖子总算主动找妈妈承认错误 双手奉上了真正的红宝石戒指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戒指实在是太紧了 竟然戴上就取不下来了 蓝胖子拽了半天就拽不动 反而被妈妈一巴掌拍进了水泥地里 等到妈妈回到家里 突然发现整个家里都变得超级干净整洁 原来这些全都是爸爸做的 他在街上看到妈妈的武力值那么高 这完全就是他的求生欲啊 看来妈妈戴上这个戒指 也不算是什么坏事吗 那天大熊放学回家 却又忘了把雨伞带回来 妈妈为此非常生气 这个月大熊已经弄丢好几把雨伞了 家里什么条件啊 经个起他这么折腾 大熊觉得 难道就没有那种发现自己被忘带了 就会立马提醒他的伞吗 蓝胖子一听这话 觉得也不是很难实现了 只要拿出灵魂马克比 在雨伞上画一画 就能让雨伞变得像活物一样了 可是现在大熊手里 已经完全没有能用的雨伞了 只能在小仓库里找到了一把破旧雨伞 大熊在雨伞上画了一张脸 这把伞就被注入了灵魂 于是他自己就把身上的灰尘给抖掉 看上去焕然一新 大熊把雨伞插进桶里 假装出门没带伞 这把小黄伞果然自己动了起来 这样就不会忘记带伞了 大熊带着小黄伞出门 刚好遇上下雨 这把伞一接触到雨水 竟然笑得更加开心 拉着大熊到处乱窜 就像养了一个小宠物一样 小黄伞带着大熊来到一处滴水的屋檐下面 身上接触到的水越多 雨伞就越开心 大熊给这把雨伞起名为齐太 已经打算和他做朋友了 齐太带领大熊来到公园 刚好遇到了打着小花伞走来的静香 齐太给静香打招呼的方式 就是甩了他一身水 好在静香并不介意 反而也想和齐太做朋友 蓝胖子看这情况 干脆也让静香也来画一个 静香在自己的粉色小花伞上画了一个笑脸 他这把伞一看就是女孩子 活过来之后 在静香手里跳了一支舞 胖虎和小夫听说了这事 也纷纷带上雨伞过来凑热闹 胖虎化的雨伞跟他一样调皮捣蛋 就连恶作巨石的表情都跟他一模一样 小夫的雨伞是法国制造的高级雨伞 因为是奢侈品 所以不愿意被淋湿 就连小夫都没法把他撑开 可是这能算得上什么雨伞吗 回到家里之后 大熊把一个晴天娃娃倒挂在屋檐下 希望他能够变成雨天娃娃 让明天也下雨 因为他想要跟齐太一起玩 但是蓝胖子提醒大熊 明天是晴天哦 第二天果然雨停了 大熊要出门的时候 齐太还是蹦蹦跳跳的 想要跟大熊出去玩 大熊不想晴天也带伞 齐太却摇了摇头 非说今天也会下雨的 大熊不太相信 但还是把齐太给带上了 胖虎和小夫看到他大晴天的也带伞 狠狠嘲笑他是笨蛋 天气预报显示今天98.76%的概率是晴天 可是就在下午 大家都坐在教室里的时候 窗外竟然真的打雷下起了雨 这就是画上脸的晴天娃娃在起作用了 所有人都因为没带伞而淋了雨 只有大熊逃过一劫 看到静香也没带伞 大熊红着脸提出 自己可以先把他送回去 于是他成功和静香同撑一把伞 忍不住夸奖齐太干得漂亮 大熊自己回家之后 竟然连看电视也要带着齐太一起看 而齐太却只想出门去淋雨 大熊看到外面下大雨 不想出门 可又顶不住齐太恳求的眼神 那就只能勉强答应了 出门前 妈妈提醒大熊 下雨天洗好的衣服晒不干 不要把衣服弄脏了 但是外面这么大的雨 他不淋湿才怪呢 大熊也逐渐意识到 要饲养一把雨伞还是挺麻烦的 齐太一淋到雨就非常兴奋 到处乱跑 大熊都把握不住 这一番折腾下来 他不小心摔进了水坑里 衣服立马就脏了 大熊非常生气 干脆把齐太留在外面淋雨 自己气冲冲地回了家 可是走到半路 他又觉得自己太过分 等到回头去拿雨伞的时候 齐太已经被清洁工荡成垃圾给运走了 大熊只能回去找蓝胖子求助 两人插上竹蜻蜓急忙追去了垃圾场 可是齐太在车上张开身子 努力从车上飘了下来 并没有被运到垃圾处理场 他被风吹到马路中央 又挂在了别的车上饱受折磨 眼看就要落入小河里 齐太赶紧煽动身体 努力飞了过去 大熊和蓝胖子赶到垃圾场里 翻了各种垃圾也没能找到齐太 与此同时 爸爸因为没带伞只能跑步回家 半路上他突然发现了一个黄色的身影 大熊和蓝胖子正因为弄丢了齐太而心碎 没想到一转头 就看到爸爸带着齐太回来了 齐太重新见到大熊 依旧对他露出了笑容 大熊也热泪盈眶 能够重新见到齐太真是太好了 真希望明天还是个下雨天啊 这个道具 简直就是打广告神器啊 他能够控制镜子里显示的东西 还能搞直播带火 那天妈妈正在对着镜子护服 镜子里突然出现了一只幽灵 把他和大熊吓得满屋乱窜 然而这不过是蓝胖子的道具在做怪而已 他对着镜子举起一张幽灵的图 那么其他人就也能通过镜子看见了 妈妈当然非常生气 给了蓝胖子一个爆锤 不过蓝胖子也冤枉啊 他刚才只是在做实验而已 真不是故意吓人的 这次的道具叫做远照镜 这个道具可以将映照在这里的画面 投射到其他的镜面中 投射的范围可以随意调节 从家里到整个小镇都可以 调成自动模式的话 就可以只在别人照镜子的时候投出画面 还可以循环播放某个画面 不过蓝胖子觉得这个功能完全没什么用 只能用来吓唬人 既然这么废物 那不如砸掉吧 就在他掏出锤子的那一刻 大熊赶紧拦住 慢着慢着 他会想到用处的 经过他不断地苦思冥想 总算从电视广告里吸取了灵感 他们可以用镜子来打广告啊 整个镇上的镜子都被他们承包了 承接各种广告业务 物美价优 素来联系 大熊觉得每15秒的广告卖100月元的话 一个小时那就是24000块 他真是要发财了呀 第二天大熊系上领带就出去招租了 然而各大店家都不相信他的话 不愿意找一个小孩子来打广告 大熊问了一圈都没办法 蓝胖子觉得大家的思想都太古板了 那就只能先宣传一下他们广告公司本身了 比如可以试着给某家店免费打广告 让大家看看效果 于是大熊和蓝胖子走了很多家店 发现他们都生意火爆 根本不需要广告 最后他们在小巷子里 找到了一家开在垃圾桶旁边的日式点心店 这家店看起来破旧不堪 感觉马上就要倒闭了 但其实老板很注意店内卫生 店里一点灰都没有 点心也很好吃 都是因为对面建了繁华的商业街 他的客流量才减少的 老板也想过要翻新店面 可是没有钱也是白搭 蓝胖子和大熊决定帮帮他家 在全镇范围内播放广告 倒计事过后 全镇所有的镜子里都出现了蓝胖子和大熊的脸 还有他们模型的广告词 在刷瓜胡子的人都被吓得摔倒了 路边散步的小夫和胖虎也吓得当场昏迷 广告不光出现在普通镜子里 还在地上的小水坑里 甚至是牙医的工具上 以及司机的前挡风玻璃上 所有人都没法正常使用镜子了 他们的广告简直就是精神污染 所以这么一通广告打完 根本没人来店里买东西 反而更加讨厌这家店了 大家都在讨论 这家店擅自出现在镜子里 他们绝对不要买 胖虎和小夫也被镜子吓到了 想要暴打大熊出气 大熊只能转头逃跑 半路上遇到了镜香 他本想问镜香看到广告了没有 可是镜香看到的广告是在地上的水坑里 裙底都要暴露了 他只觉得大熊是个大色鬼 再也不想跟他玩了 老板得知此事 当然是怪罪起了大熊和蓝胖子 他俩非要来做广告 结果把客人都气跑了 蓝胖子和大熊也很委屈 只能抱头痛哭大喊对不起 老板也觉得自己刚才话说得太重了 不该怪罪孩子 其实他本身就打算就此关店歇业的 所以不介意的话 这些点心就全都给大熊和蓝胖子吃了 于是他端了一大盘点心给两人吃 大熊和蓝胖子也吃得津津有味 现在他们的道具并没有关掉 所以全阵的人都看到了他们的吃播 由于他们俩吃得实在是太香了 脸上的表情满满都是幸福感 突然就勾起了大家的食欲 想要亲自去尝一尝这个点心有多好吃 这下所有人都不反感广告了 反而觉得这点心看起来确实美味 这简直就是直播带货呀 所有人都跑来这家店买点心 大熊和蓝胖子都招呼不过来了 他们俩到现在也没想通 客人为什么突然就变多了 这大概就是无心灾溜溜成瘾吧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好吃的点心也总是会受欢迎的了 这一集的剧情也太紧跟潮流了吧 大熊 冠冠总